第一局 只是兩分的差距 而贏到第一局就是丹麥的組合 三毛種子李布欣和懷達 現在第二局賽事馬上開始 換了邊之後 丹麥隊就在鏡頭上方 第二局 Lavell Play 懷達的發球 在戰術上 丹麥隊很明確 他們很多時候由發球開始 把馬尼莎推到底線 令到亨特拉在網前 因為亨特拉在網前的威脅性沒有那麼大 同時馬尼莎在底線 因為兩邊跑得比較慢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比較容易找到他們的漏洞 在打法上是這樣做 但見到在第一局 其實印尼隊 戰術運用其實做得不錯 一直悶到丹麥隊 完全發揮不到他們的速度 直接到他們在12比11 反超前的時候 可能亨特拉這段時間 心理出現了一些變化 想搶攻想突破 反而被對方反超前領先了很多 在這樣的情況下 整個節奏比較亂了 亨特拉尤其是 他幾個挑球 挑了出界之後 感覺到整個手感 完全沒有了 而丹麥隊順利 就是21比19才得到第一局 看看第二局 印尼隊會有什麼變化 如果他們搶攻 我相信 對丹麥隊反而會有利 反而他們繼續打他們的節奏 打突擊、打反擊 可能會比較好 好一點 剛才利特在網前 一個積極的表現 亦都令到他們 連拿了兩分球 連拿了三分 馬利沙甚至兩板球 在網前都控制了下網 4比2 這個階段 印尼隊似乎有點亂了 好漂亮 尾球球搶得很積極 好邊的落點 這個接法球的難度 就是在原本的擊球時間 拉厚了 然後遲打轉方向 手腕的運用 真的做得很好 雙方球員 很多時候在發接法方面的處理 都會經常性地出現問題 這兩局球 以下的分數打成平手 好了 嗯 其實一直都控制得很漂亮 但這球球 又不知為何 亨達拉又是無端端 打了出界 其實都有點不夠運 因為懷達已經斷了 這一板球已經斷了 可能真的對自己的挑球 沒有什麼信心 沒錯 因為剛才那幾個底線出界 整個感覺就沒有了 有很多運動員 會有這種心理的毛病 一旦有兩三球球 出界 就很容易 直接直接 當你直接直接 然後擊球時間 一錯了 就很容易失誤 對 確實好像你剛才所說 可能亨達拉也影響了馬尼莎 加上淮大網前的反應和表現都相當積極 厲害 這麼大的一個角度 一個大斜線 這個球路真的拼得很準 想不到 那球其實是好邊 他殺了這個邊線 其實真的很拼 可能他對懷達正守區 是很有信心 因為這個位 如果馬尼莎打直線 就是懷達的正守 哎呀 差一點 不少過到網前 是下了網 5-7 其實雖然丹麥隊一直領先 但是整個打法 就好像他們今天打起來 都一直都 好像疾著疾著的感覺 還不是很順暢 因為印尼隊的 球路的變化 和出球的軟硬 這個結合 真的做得很好 哎呀 這球球又被懷達 報到 8-5 8-5 已經是二向一個頭頂位 而且被他成功封到對方一旦跳球 8-5 剛才亨特拉下手的假動作 其實拼不過 因為 懷達的身高是比較高些 你想套他 弧度可能需要拉高些 索性真的跳過 如果弧度再拉高些 尼布欣就捕捉 那個懷達的頭頂區 他跟得很快 因為尼布欣那個位置是正手的 反過來懷達的正手就是尼布欣的頭頂 9-5 似乎真的有少少少穿穿的感覺 好了領先到四分球了 馬利莎又一個次發球失誤 緊緊不過網 先到四分球了 好 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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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往的能力是沒有那麼強 但正正就是利布欣的優點 所以大家互補 這隊組合的互補真的做得很好 始終都合作了6年的時間 從2004年開始合作 再來看看 波跳高之後 利布欣又是剛剛好 半鐘長一板的下眼 10比6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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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開馬尼莎的底線 反而馬尼莎的防守反而比較好一點 但始終擋了兩板 就擋不了第三板 一局在手的丹麥隊 這個階段 可以說是非常順暢 年齡階段是11比6領先 形勢這樣發展下去 我相信 印尼隊要先反 我覺得是頗困難 整個 氣勢就好像沒有了 而他們剛才開局 第一局開局那段時間的節奏控制 就因為自己的手感的失去 就突然間好像沒有了 變了現在在一個捱打的狀態 想搶前面很明顯一定是不夠對方快 但今天挑球的感覺比較差 而亨特拉的放手今天又穿了 變成了周圍都是洞 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們想反超前 我想真的需要一些的幸運成份 或者是李寶欣他們是放慢了 或者突然間是出去了 這是一個機會 無端端就是開了落網 好 看看會不會是有影響了 亨特拉的發球 今天真的很差 沒有兩年開完球之後 開底線沒有準備 你很明顯開完球之後 都不知道下一球應該是怎樣做 所以有時候運動員 亂起來都會很容易出現這樣的情況 反觀丹麥隊每一球 很明顯是有目的性 嘩 真是互報得好 現在馬利莎也算是勉強頂得住 雖然他是一個女子球手 但是基本上比較少些在他手上失誤 這球球大對角 懷達殺頭頂的大對角竟然可以 這些情況有時候是很難解釋的 如果你是一個職業球手 當你亂上來 就會明白為何這些球手都會打得那麼差 連頭頂也有 所以剛才我所說的 難度應該很大很大 尤其是現在越打越順 越拋越遠 14比7 這球球其實都頗關鍵 好 拿到一分 看看會不會為印尼隊帶來少少的士氣 找回感覺 如果這球球失敗的話 我相信15比7 基本可以宣佈結出這場比賽 好 看看他能否把握得到 哇 竟然被懷達 這樣搶過來 下壓一把球 底線的處理就是懷達和馬尼莎 有很大的分別 馬尼莎兩邊移動比較慢 但是懷達在頭頂打完之後 走正手區 他仍然有差不多的速度 而且力度也很強 馬尼莎猜不到 他打完跳完之後就衝前 誰知道懷達可以有這麼快的速度 就殺直線 亨特拉就飛身也佔不到 失去了機會 8比14港才的多版得分之後就把握不到 現在又是被對方壓住7分 要重新再找一個機會 看看可不可以找到 哇 厲害 這麼快回去換另一支棒 這球球真的不是很夠運 看到懷達打完之後都打自己的頭 因為這球球如果是界內的話 要不就死球 就算被馬尼莎擋到 相信利布欣就已經回來了 真的不太夠運 哇 真的很快 利布欣看到他那個換板 真的很有準備 沒錯 很多打雙打雲雙的球手 通常都會是 準備多一支在旁邊 而且他不是插在球袋裡 放在旁邊 對 是 有機會 機會 掌握球 是達的殺球 令印尼隊整個現在的感覺又回來了 看看他們能不能把握 如果他們能夠把分數再拉近兩三分 這個球都仍然有得說 因為當時運動員一出一入 形勢會很容易逆轉 沒有了 看見了 亨特拉的2球的賽道過不了懷達 他在防守方面的處理明顯沒有馬尼莎那麼好 因為一個男子球手 尤其是他有雙打底 出這些球真的不合格 因為他明知懷達的正手比較強 很多時候都被懷達封到 嘩這個上得很快 厲害 利布恩 看看這球球真的打得很盡 他知道一定要搶網前 而亨特拉的出球也有問題 因為剛才如果他是出直線的話 應該就可以保護到馬尼莎 但同時懷達需要跑動兩邊才能攻 就可以減少他的攻擊力 這球球不夠運 這球球也挺遠 比較明顯的出界 好 去到18比10了 還有三分球 丹麥隊 先移動 接發球的亨特拉 是嗎 這球球好像也不是很明顯 雖然見到馬尼莎也不是很滿意 但他也知道 就算爬下去也不是很明顯 很多球員都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其實是很少的 時間結束 11、19 或者在這裡解釋一下 接發球犯規 當對方碰到球板 碰到球板前 他的腳就移動 這些就提早起動 在羽毛球來說是不容許 在我來說 其實這些 我覺得未必是執法這麼嚴重 因為你提到起動 其實也有些不好的地方 你提到起動 萬一你錯了 你也不能回頭 是 我們現在來到碰到球場了 泰麥隊 猜不到一個誤會 坦德拉和馬尼莎 兩個人 一球球都放了 變成是比 尼布欣和懷達 居然今天 尤其是第二局 相當輕鬆 是21比11 直到兩局 取得一場準決賽 勝利 再補10 分數 就是21-19 和21-11 我想這場球的關鍵 就是第一局 就是12比11 那段時間 因為印尼隊的心理變化 太過心急 造成輸了第一局 第一局輸了下來之後 整個信心有少少崩潰的感覺 所以我們也預測得到 第二局應該都幾難打 恭喜丹麥隊長順利晉級